當我們在Library準備好零件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Round我們的Semetic 不過在Round之前 首先要知道有一個小技巧 因為這些小技巧會方便我們去Round這個Semetic 例如我們有時候想旋轉零件 那要怎樣做呢 我們可以用左鍵 按一按這個零件 然後再按空白鍵 它就可以做到垂直 橫幅 來遷就自己的Semetic的擺位 我們又想水平地旋轉零件 那我們又怎樣做呢 都可以左鍵一個零件 在這裡選MIRROR 它就可以做到水平旋轉的效果 同樣道理 我們可以用快智的X 都可以做到同樣的效果 當我們移動零件的時候 它會根據我們的格數來移動 而格數的設定就是這裡 Document Options 因為我們已經格了10 它的格就會以10格10格的移動 通常我們會減5的 這樣就會方便我們自己的就位置 你可以看到這些格子已經小了很多 這樣就可以更方便地移動 我們明白了這些小技巧之後 我們就可以著手把這些零件連在一起 首先我們可以做個示範 例如把R1和R2連連 然後我們把它放好位置 在這裡按一按 Place Y的icon 按一按 它 會看到十字的 按著R2的電阻 它會有一個紅色的米字形的符號出來 按一按它 再水平的拉過去 R1的電阻 如果兩個米字都著了 那就是代表這個線的水平 我們就可以按一按左鍵 那它就挖軟了 那萬一我們連錯了 不滿意這條線 那我們可以在剛才我們剛剛 Wide的地方 左鍵 按一按這條線 那看到綠色已經著了 再在鍵盤上 按DELT鍵 就可以把這條線撐回來 那大家可以開始著手 照顧大家手上的規格 來Wide大家的Sematic 那我們首先就 Wide了一個Crystal 我們先拖回來 按正確的位置 還有一個電容 按正確的技巧 按正確的技巧 旋轉 按正確的位置 我們就可以Wide了 在Wide的時候 就注意到壓位對不對稱 然後不斷把零件找回一個Spec 放回去 好 這樣就要玩完一拍了 現在到我們的USB Connector 都是拿回對應的電桌 放回來 放好位置 那方便自己挖回來 這位置就 那方便自己挖回來 這位置就 那方便挖回一些線 就可以了 都是看著紅色米字形 代表你零件連接了過去 不斷地 找回你的Spec的要求 你挖回來就沒有問題 還有大家可以在上面這一排的icon裡面 選擇地 大家吃到關 還有BUSB 雖然是在S關 但你要打回它 改名就OK 然後 然後 變成VUSB 再把關連接到Signal關 那這一部分便完成了 那幫你Wide完整你的CineMatic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CineMatic 轉回到PCB做版 那我們 按Design 然後按UpdatePCB USB 現在便可以看到你剛剛用的零件